在他还没有走红的时候,推销大哥大曾经是他那三年最主要的收入的来源。 等了他走红了以后,他以天价演出的大哥大广告,风鸣了全香港。 又是一则演艺界的传奇,主角是黎明,今天的真情指数就是黎明的故事。 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故乡那一列列的红砖瓦屋与狭窄的胡同,是他童年最深的记忆。 四岁时,黎明随着父母一同前往香港定居,并在中学时期,独自一人远赴英国留学,就读技术学校。 这一段异地的求学生涯,给了黎明不少的磨练,也培养了他坚强而自我保护的个性。 大部分的人对于他们小时候的事情,可能记忆不是那么的清晰哦,可是当我在看黎明的资料的时候呢, 我发现他对于两岁到三岁中间发生一些事情都记得很清楚,这让我觉得有一点特别。 就,你自己跟人家比较过吗?人家可能不记得两岁的事情耶。 我没有比较过,可能我在,我在北京出生的时候,那时候北京就起了。 其实就有房子,烧煤,一个礼拜可能吃两餐饭是用饺子包的,其他是吃窝头,咸菜,猪肉只能吃一顿。 大白菜,全部是绿色的衣服,蓝色的衣服。 是。 就这么简单一个,一个图画,就在我生活的环境里面。 是。 所以记忆会比较可能深刻一点,因为画面图片不多嘛。 只要画面图片太多的话,可能就忘记一些了。 也可能不一定,可能每个人的记性和记忆力不一样。 是。 对。 鼻子上面,这边的这个伤痕就是在那时候。 这是托儿所的时候,托儿所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那时候不顾高嘛。 那晚上有爸爸他就来看看你怎么样啊。 那看到外面有影子走出来,你知道是爸爸。 他不知道我看到他。 他跟老师去谈话聊天。 那我就趴着那个玻璃窗门口,就偷看了。 一偷看的时候,看老师走过来,就低下头,老师一推门,就碰着了。 就流血了。 到现在还看得出来这个。 对,这个疤。 对。 所以你会记得小时候的事情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流下来。 后面碰撞了。 从北京去,会被香港老师欺负吗? 也不会,不要说他们,他们不要这样讲得太明显,不好。 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老师对我很不错的。 他给机会我,让我去做一个行长,就是收工课。 每个行都有一个行长,那我当行长收工课。 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来自北京的,你广东话又不懂得讲。 那基本上他也懂得每个学生的脾性习惯。 那当我第一天做的时候,发现有些同学拿我说了其他同学的功课本, 想拿去抄,那我说我不能。 他们就很看着我,然后把这个功课本交给老师。 那老师,嗯,乖。 然后离开学校就给人打,给人K。 那第二次,我告诉老师,我说他们这样子做。 那老师跟他们讲完之后,他们当然不承认。 然后下去就又给人家K。 那我说,老师这样子,我怎么不可以帮你收工课呢? 那老师说,你继续的做你觉得对的事情,有原则就可以了。 那当第四天开始,我就帮他交工课,再没有事情发生了。 再做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就辞职不做了。 因为第四天开始之后,其实我已经随便他们抄了。 是,放弃原则了。 放弃原则了,因为反正给人K人,抄算了不理, 这是你的个人功课的成绩,不关我的事。 我不抄就可以了。 那第六七天,老师说,我当行长,你换人好了,我不做了。 那就换另外一个人。 听说你当行长的时候,跟同学说功课,常常被香港同学用广东话骂。 最脏话。 骂脏话,那你第一次听到广东话的脏话。 对,男孩子学的很快,你别骂两次的时候,你就学的很快, 马上下次又会骂人家的。 其实你到香港的时候是听不懂广东话的。 听不懂。 是北京话比较好一点。 家里都是讲北京话。 像国语了。 像国语。 对,像国语。 所以是跟同学开始被骂,开始学广东话的。 没有被骂,所以开始学了。 但是没有学了那么有用的名词。 那后来学会了。 到了香港大概多久以后,开始觉得待来香港是比较舒服的事情。 我现在待了差不多两三年吧,就习惯了。 就习惯了。 后来又跑到英国去被送去,15岁时候被送去念这个住宿学校。 那时候爸爸是特别选了一个像军校一样的管理的学校。 不是,他选了一个他从他耳边听出来觉得他觉得很安全的学校。 对,就送我去了。 是。 你自己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选择余地呢? 基本上很少的了,不可能。 你在香港的时候,念书好像,听说喜欢踢足球胜过念书啊? 不是,我念书,念书也不错的。 是。 那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呃,就是,是不是有,呃,操,操,操行对不对? 嗯,操行成绩。 操行成绩就是,最差的一年,要见家长。 对,是。 金家长,老师说本来应该是把你开除,离开学校的。 嗯。 太调皮了。 但是,无奈,因为我全部是A-A-A加B加A-A-A-A,所以他。 功课很好。 功课很好。 那我没有抄的那时候,真的是自己做的。 结果就记过。 嗯,没有记过。 劝你表现好一点。 然后给了一个康勒组的主任你做。 哦。 你这么想玩。 嗯哼。 那就安顿了。 这好像觉得好像自己好像,以前的三贼一样。 我帮你去。 太收编了。 对。 开玩笑了。 那时候,其实蛮好玩,也不是太过分了。 啊。 但是老师觉得,就是不应该。 但是我也没有影响其他学生。 是。 你去之前,其实不知道伦敦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吗? 说不定是好玩的吧? 你说真的,我不是太想去的。 真的啊? 对,我只是唯一想,想坐飞机吃吃飞机餐罢了。 因为小孩子一定会很喜欢坐飞机吃飞机餐, 那个时候的小孩子。 是。 对,那时候。 飞机。 因为没有坐过,没有出飞机餐。 一个人去的吗? 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 然后到了那边,就自己找到这个学校,就开始注册。 等我想一想,我去到那边。 我去到英国,有爸爸的亲戚的同儿子来接我。 哦。 来接我。 是。 所以进来那个学校才知道他其实管理很严格。 哦,管理很严格,对。 那样事情要求很高,很高。 我读到一些报道,觉得好像那个有的要求好奇怪哦。 比方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老师来看你们说不可以穿内衣啊。 不是不是,就是你看错报道,所以西人转折之后就变这样子了。 呃,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穿内衣裤。 晚上睡觉不能穿内衣裤。 呃,内衣可以穿。 呃。 宽的裤子可以穿,长的睡裤可以穿,但是不能穿内裤。 内裤。 所以要穿睡衣裤,不可以穿内衣裤。 哦。 对。 好。 这很奇怪。 他们觉得是正常。 哦。 对。 所以我们皮肤颜色不一样。 哦。 对。 然后一个礼拜,就可以洗到两次,是不是。 对,每次洗五分钟。 包括脱衣服,穿衣服。 嗯。 对。 这个让你很痛苦。 所以,气点是比较麻烦一点的。 嗯。 那,那这样子洗澡。 可是听说是为了鼓励那边的英国的小孩洗澡,是不是。 他们有说一个礼拜只洗一次,所以。 哦,他们可能觉得洗澡很多了一天。 哈哈,两次已经很多了。 很多了,但我们觉得不够。 是。 我们觉得应该是每天洗澡的。 嗯。 所以这个学号念起来很累吧。 吃饭是要做的。 对,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省电省水的方式。 哈哈哈,是。 OK。 对,经营上来讲是很合理的。 经营上发现很合理的。 学校也是赚钱嘛。 嗯。 对不对,那所以,那时候觉得很怪。 但现在才知道,刚刚才还在想到。 是。 对。 因为他有一次他打电话来,他写封信给我。 他说。 那个英国的学校。 学校,他说。 对,我现在知道你做了一个艺人。 呃,你以前在那个学校离开。 呃,现在学校重建。 那希望你捐一些钱回来学校。 是。 我说不,我不会捐给他的。 哈哈。 是。 他那时候省水跟省电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对啊,我要早上吃又吃不饱。 嗯。 又不给人家吃东西。 是。 吃不饱又不给人家。 就煮,煮方便面。 煮汤面也不能煮。 啊。 OK。 不煮汤面吃Cut noodles。 也不能煮。 也不能煮。 不给你热。 总是我给你这么多东西。 你就吃这么多。 哈。 你不能买。 也不能在外面吃东西。 要么。 要不然其实你是有钱的嘛。 对不对? 你有零用钱可以买吃。 有零用钱可以买东西吃, 但不给。 你要买的话, 就等学校开门的时候, 你买学校里面的银食区。 哦。 是。 而且, 很多奇怪的东西了。 就是你去学校, 晚上再,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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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念书温习功课啊。 九点钟到十点钟, 温习功课啊。 十点半上上睡觉。 那你温习功课的时候, 不能问问题大家。 只能自我温习。 哦。 不能交友。 不可以发出声音。 不可以发出声音, 任何声音都不可以。 哦。 那有一次有个, 你都知道, 通常在外国念书, 外国的, 普遍偶尔去学生, 一定数学方面是比较, 比较弱, 比较弱的。 那一定问你数学方面的问题。 那你, 告诉的时候, 老师看到, 你出来。 什么事? 我说要你出来。 OK。 这个是什么? 好。 脱褲子。 什么事? 脱褲子。 OK。 然后他拿一个球鞋出来, 就在屁股中, 打四下。 你打完非常, 没有什么痛的感觉, 因为太冷了。 是。 打完就上伤, 你觉得痛。 当然你知道, 要赢多一点, 那要付出痛大的, 是, 酬劳, 那就进去玩。 然后就输了五十磅。 好。 你身上有? 学费输掉五十磅了。 身上有几百磅吗? 没有,只有五十磅了。 蛤? 就只有五十磅? 就输掉了。 有一次说你把钱输在电动玩具上啊。 对。 那时候已经离开这个, 比较可怕的学校, 是不是? 到另外一个比较, 舒服的学校去。 自由的学校, 自由的学校很自由。 对于学校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 一群学校, 一群同学可以一起上课。 是。 呃, 大家可以, 有引药在旁边。 嗯, 简直是两个社会来的。 是。 对, 你可以抽烟, 上课的时候可以抽烟。 那假如其他女生, 觉得很呛的话, 老师说, 呃, gentleman, 可不可以不抽烟。 当然可以, 大家不抽烟, 全面不抽烟, 就继续上课。 就是很文明的要求。 很文明的要求。 大家准时上课, 准时下课。 是, 对。 所以那时候, 换到这个学校的时候, 其实在伦敦, 就不会觉得那么痛苦了吧? 呃, 觉得自由一点, 有不同的感觉了。 嗯。 其实,呃, 第一次的学校来讲, 也学到一些东西的, 是以前没有学过的。 是。 就譬如一些所谓,呃, 的礼貌。 嗯。 自我的行为控制。 是。 必须要关灯。 虽然我心里面, 哎, 但是他也帮了我, 改了一些坏习惯。 是。 那, 其实他也是对的了。 第一次来, 就是你做对或做错, 有心或者无心, 只要给你一个很重的教训, 你下次一定就不会再犯了。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那而且, 吃东西的时候, 大家一定不能吃出声音。 哦。 对。 而且要吃得很快, 对不对? 很快, 因为你很快才可以, 有机会拿第二份。 可能一百个人吃饭的时候, 他可能预备了一百三十分。 哦。 那多说三十分, 你可以, 抢。 拿第二次, 但是, 你一定要先吃完, 再不能发出声音。 听说你那一整年都没有吃到第二份。 我吃过几次。 哦, 所以你够快了。 够快了, 后来吃得很快。 那回来香港的时候, 爸说, 你吃饭吃那么快了。 哦, 我说, 对, 要不是更加瘦了。 等一回来, 那时候真的很瘦很瘦。 哦, 吃不够。 可能发育时期, 刚需要营养的时候, 没得吃。 黎明从第一家军事管理方法这个技术学校转到了第二间比较文明的学校去的时候呢, 周末有机会出去玩哦, 结果跑去玩电动玩具的时候, 输掉了, 输掉三个月的伙食费。 不是, 去玩的时候不会输掉的, 那是第一次。 哦。 第一次带着学费, 带着学费, 当然爸爸一定会给你钱, 你比如你去学校, 一定要在上课之前三天要去交学费, 或者在上课第一天交学费。 那我们看出了通告, 以为那天是要上课的。 是。 所以把所有的学费, 就带在身上, 就去上学, 打算交学费。 去到门口, 跟同学里去到门口, 发现原来哦, 今天是不用上学的。 是。 大家就把钱, 还在口袋里面。 对。 走, 看见那些赌钱的老骨鸡。 普通是两磅半, 或者三磅的有机机, 但是那是一百磅的。 最高纪录可以赢一百磅。 那当然你知道, 要赢多一点, 那要付出更大的酬劳, 那就进去玩。 那就输了五十磅。 哦。 你现在有, 学费输掉五十磅了。 现在有几百磅吗? 没有,只有五十磅。 啊? 就只有五十磅。 就输掉了。 那只是那三个月的学费啊。 是。 那就, 输掉了没办法, 只有把自己另外, 要生活的五十磅, 拿去交学费啦。 是。 那然后把爸爸拿给你的卡。 信用卡。 拿出来。 去银行刷钱。 那不敢刷太多了。 是。 刷十磅, 出来。 买。 那就, 买了差不多, 很多包, 那种, 泡面。 泡面。 200包。 差不多了。 你吃了200包泡面过三个月。 对。 黎明在18岁时候, 据说是在九龙公园碰到了一个星探, 找你演这个戏, 我没有记错, 是叫《猪仔出京》吗? 对对对。 这个就是。 听说那时候还有周海妹啊? 在那个戏。 在周海妹。 那他也是星人哦? 星人。 那这个戏全部都是用星人啊? 对。 还有林俊贤。 林俊贤, 对。 所以本来是要找你演一个角色的, 后来, 听说世镜没有成功, 你变成演临时演员啊? 呃, 本来我是, 本来我是演跟, 跟,跟, 跟周海妹一对的。 哦。 那说完听说就变成不是了, 只跟林俊贤一对。 哈哈哈。 哈哈哈。 他也是演临时演员的, 对, 就是没有, 没有讲话的那种。 呃, 有讲一讲去也会有, 嘿嘿, 可是赚了不少钱。 对, 那时候赚了很多, 七百块钱。 七百? 港币。 嗯。 很多了。 很快就拍好了嘛, 是不是? 拍, 九天的戏份, 结果拍了好像五天, 四天就五天, 已经卡掉了, 不用再拍了。 啊, 结果这电影有演吗? 有,有上影。 你有跑去看吗? 啊? 你有没有跑去看? 当然跑去看了, 对。 你还在里面吗? 没有被剪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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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剪到一点点。 对。 后来有别人再认出来, 这个戏里面是你跟林军写吗? 有,有, 像有报道过。 哦。 后来就有报道过。 是很糟的电影吗? 不是啊, 很好的电影啊。 很好的电影。 对,很好的电影。 所以是从这个演电影的经验开始, 你希望变成艺人的? 不是, 做演示我希望, 我不希望那时候再回英国念书。 嗯。 因为那时候我不喜欢在英国, 因为感觉很孤单。 是。 很冷, 很大, 很大, 木,对不对? 还雾。 对,很大的雾。 很大的雾。 天气很烂。 对, 感觉不好。 是。 而且因为拍电影, 赚的钱比你做其他, 那爸爸让我, 爸爸让我去念书, excuse me, 让我去念书的原因就是, 希望你可以自力更生, 自己赚钱, 不要再花他的钱嘛。 是。 就没有做父母都这样子, 只好你还给他钱。 那, 那我能够照顾我自己的生活的话, 基本上, 你就不用去负担了。 嗯。 但今天会有点后悔。 想, 只要当初的时候, 可以念多两年书, 你把A level念完的话, 我现在会更好。 好。 好。 就没有做 East-Piac Risko。 余蓃不都弄长欣啊! 不 orada浍향于! 哪 已经中间人, 我现在高静她的心话。 旅程平起来! 好。 不离得也很高! 感觉很快! 我现在不加电, � kön子有滇出。 杨子会身子有吸气ouredい, 对一拍古装之后 打眼梯天走进来就是 你做主角 你怎么做主角 我真常没有运气 就讲三话 之后 就拿剧本 对动 1986年 黎明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 一举获得季军 开启踏进演艺圈的大门 做歌行这条路 刚开始并不顺利 做了三年的冷板凳之后 黎明才有机会发行第一张粤语专辑 相逢在雨中 推出后广受好评 并在隔年获得新人奖的肯定 奠定成功的基础 而后 黎明以斯文的外形 柔和的嗓音 全市一首首 快智人口的歌曲 风鸣无数听众 因而被香港传媒 灌上四大天网的封号 一年来 黎明在音乐风格上 努力跳脱出 但是就差不多就是 你说你报名的时候 爸爸是不高兴的 对啊 你说不能 他觉得丢脸吗 为什么 觉得当医人丢脸吗 当医人丢脸 所以我要用行动证明给他看 洗掉他就老的观念 是 他那时候把你从香港送去 送去英国 就是因为你在香港 不是 因为他自己跟妈妈离婚 不是我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管你了 所以要把你放到 右手要去关起来 对对对 是 是这个原因 为了不要回到英国去念书 黎明参加了 是在1986年的时候 第五届的 这个无限台所办的 新秀歌唱比赛 听说你那时候 要准备去比赛的时候 很紧张啊 就对着镜子练了很久嘛 对啊 那时候 很好笑的 那时候那首歌叫 叫绝对空虚了 那 那广东话叫 绝对空虚 那我们把它 因为有两个人在比赛唱这首歌嘛 那 就我们再看一下说 绝对无碎 就是 就是绝对不会坏的 觉得是好的 不会倒霉的 就这意思 所以那时候去唱 自己觉得还不错嘛 是不是 觉得很难听 很难听 觉得很难听 可是第三名耶 那时候已经练了很多台风了 你没看你手来走来走去吧 我已经觉得 刚看到那个 已经觉得很多动作了嘛 那时候人基本上只是站着 或者是这样子的唱的嘛 是 你那时候有特别学谁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有人说这样子 动脑的东西 有个老师说 那无限一定要为了做秀 一定要你去学的嘛 老师一定会逼你 跳他指定的动作了嘛 是 所以是他教的 对他教的 那我 我以为就是自己 基本上唱歌不行了 那我觉得可能 应该可能机会并不是那么大 但是那时候 唯一看了整个表格方面就说 最突出台风奖的话吧 基本上就是不需要技巧唱歌的 看起来很厉害的 歌唱得不好的 那其实基本上是一个笨蛋 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坐坐坐坐坐 是 那突然间好像那次 我忘记谁拿了最突出的 台风 台风奖 也是第一名 当时我跟旁边的一个朋友 我说 爆冷 跑冷马出来了 是 爆冷马出来了 那我觉得就 OK You're ready 你就没希望 只有回英国了 不能再想象了 你本来只想得那一个 因为我没有想过 因为我唱歌不行嘛 我唱歌不行嘛 你不唱歌不行 你只能就是选择一个 觉得比较适合自己一点的 那听说进了那个奖 就可以再进训练班嘛 是 那后来 怎么突然间 01年小点 是不是叫 我叫 我叫谁的颁奖给我 我叫嘉宾 就 就第三名 明明 那我对那个人说 对不起 又跑了一个冷的出来 然后我就走去拿奖 可以留在香港了 可以留在香港 第二名是许志安 对 所以他唱得比你好吗 当然他唱得比我好 所以他唱得比我好 你那时候 听说 你们是有出赛跟决赛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出赛后 你等电话等了很久啊 等了很久的教理 你知道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 你这有很多资料 有的是对的 有的是错的 很多是对的 很多是对的 很厉害 所以他在家里等电话 等了几天 你还记得吗 我忘记了 等了很紧张 等了 等了爸爸回来的时候 等完了 要把你送去英国 电话响了 真的就这么巧 他刚刚听电话 喂 你进了 是 所以开始了你的演艺生涯 涂不涂涂的开始 当时在歌唱比赛里面 得到了名次之后呢 有一个奖品就是 有唱片公司帮你签约 对不对 对 送你合约一大份 绑你八年 八年啊 对 帮你八年 抽你一半 对 所以唱片约是跟华星唱片 不是 假如你得奖的话 你得奖的 奖项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那 这是应该是回归给他们的 所以 只要你拿任何一个奖 合约 就自动生效 不用签的 无线台的 不是无线台 是那个华星 不用签了 就拿了那个奖 就是等于签了 你在参比赛之前 你要填个form 你agree 那你当然agree啊 agree 很想进去 对 可是结果你在华星唱片待了 四年 四年都没有人要帮你出唱片 嗯 对 嗯 对 出风 就有 哈哈哈哈 要出过唱片 但是知道这些唱歌唱得不好了 嗯 可是我 我 看到一个消息是说 你有一个 做棉被生意的 朋友要帮你出两百万港币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他帮我帮我去解约嘛 去跟华星唱片 解约 是你跟他讲的说 都出不了唱片 所以他要帮你忙了 他说不要紧 你可以再试音啊 嗯 但是每次他都是这样子讲的 对 所以这个做棉被的朋友 里面有一排的人穿了制服摇紧 然后我们 不是台庆 哦 台庆 电视无线台的台庆 台庆 对对对台庆 那时候做棉 那时候做棉的一般人一起玩 站在后面说不经版无所谓的嘛 嗯 那是吃口香糖啊 是 哈哈哈哈 拿刀吃口香糖啊 人家说走哦走去了 走走走走走走走 人家就站着啊 哦 站着电影不要动 这样子 可是每个新人都这样吗 对啊 我很好玩 觉得那时候那时候很好玩的 哦 一拳一拳很好我跟林俊贤那一拳很好玩 还有还有欧阳振华啊 很多很多什么 那时候没有觉得 没有觉得什么问题 基本上就是一拳大家一起玩 做棉必须要经过的阶段嘛 嗯 对 我还看不到一个说你 当过选美会的这个 选美的时候要负责做接待的那一个 啊对对对对 等于说我是在 我那时候接待 因为我那时候我读训练 你帮我读亚洲电视的嘛 对不是无限的嘛 不是无限的嘛 是亚视的训练班啊 对啊那时候我我去登记 有登记 那时候啊 那时候我是第一个登记 帮励志登记的 励志也去选美 那时候他刚刚一直参加选美啊 哦 我帮他登记的 你那时候就记得这个人了 我记得啊 因为我那时候记得他讲话 那时候记得他讲话 因为那时候他讲广东话的时候 他不标准的嘛 嗯嗯嗯嗯 那我刚才讲国语啊 他告诉我几号几号几号 把东西好像从这边上去 嗯 所以那时候开始 香港人就认识你了吧 对认识 所以就先拍南亚本赛 先拍台湾的这个 南亚本赛 我拍了几部联系剧之后 才去台湾的 哦 那时候是我自己 呃 在公司觉得我工作行为不良好 所以 是 雪藏嘛 所以才 谢谢 公司的指证是不是 那时候那时候是 真的 那时候假如我不是来台湾拍风雨时代 基本上 不可能继续 有生活费那时候 嗯 不可能 对 我们说是被冷冻啊 是不是 对 我们说被雪藏 被雪藏 冷冻雪藏都是一样的意思 是啊 总之冷冻了 冷冻了多久啊 冷冻了半年 哦 因为我来台湾拍 拍联系剧的时候 同时 TVB 也改成换代了 哦 那个人走了 是 另外一个上场了 他查发 为什么这个人不见 嗯 那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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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马飞来台湾找我 哦 他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嗯 我说 我说是你们的问题啊 我说我都 没有适合做主角 你那么快把我推上主角干嘛 嗯 所以导演很深和气 不喜欢我啊 就每天 悬的悬壁 真的 因为我那次拍 拍古装嘛 哦 是静文工传期 对 拍古装的时候 导演第一天走进来就是 你做主角 你怎么做主角 我真的他吗 没有运气 就讲翻话 之后 就拿剧本对动 这是一开始 他就是跟你过不去的 一开始 对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可能你这 有时候人和人的关系之间 就是可能是前一生已经注定了 大家是 狗咬狗骨头吧 一碰面就会相传来相处 你现在是永远是这样子 一见面就三句话 骂完我之后就开始 那从那天开始之后 就开始到没了 他不会折磨你 不过通过时间改一改 拍不完的东西就是你 因为你 你而定的我拍不完 那公司就学唱 我拍不完的东西 就得这样一个黎明 我自己一定有看过我几篇照片 我以前所唱歌所做的行为 想要我是男人的话 我一定很讨厌他 真的很讨厌 因新秀歌唱比赛而踏入演艺圈的林明 在等待发行唱片的空档里 便与无线电视台签约 开始尝试戏剧的演出 但起初并没有亮眼的成绩 还因为传出爱迟到 以及耍大牌的不利留言 使林明遭到无线电视台的冷冻 直到他参与人在边缘 以及今生无悔的演出 剧中深情浪子的形象深至明星 也为他打开了广泛的知名度 你不是说在蔡博物那玩灯笼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知道爸爸惦记着我 我也惦记爸爸 当然了 儿子惦记爸爸 爸爸也会惦记儿子的吗 近年来 黎明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大荧幕上 并多方尝试不同的角色 开拓更多元化的系络 1996年黎明街拍由陈可欣导演的《甜蜜蜜》 是演一位由大陆赴香港发展的汉后青年 平时而生活化的演技让观众耳目一新 其后在《玻璃之城》一片中 黎明成功地诠释一位排回在理想与爱情间的香港大学生 这两部突出的代表作 让黎明分别获得香港金像奖 与台湾金马奖男主角的提名肯定 这也证明了黎明在歌唱之外拥有的演技常才 除了黎明演的戏之外 他还很有名的是他拍广告 你的广告当中跟通讯器材有关的 听说是因为你以前在无线台没有戏演的时候 你有一阵子是在卖行动电话 不是那时候其实在餐厅酒量唱歌的时候 已经同时在卖大哥大了 那时候就在卖大哥大 对 也卖口机嘛是不是 呼叫器 不是呼叫器没有 只卖大哥大 对 那个是你最重要的收入的来源 对 赚的钱比唱歌还要多 所以这是人家后来找你拍电话广告的原因吗 也有原因吧 那是谁叫你把大哥大摔在地上看会不会摔坏的 另外有几个 第一个顾客 因为他那时候说白色的 只有两种手机 一也是可以讲牌子吗 可以 一个是N字头的 Moto 另外也是Oki 那Moto是白色的 感觉比较硬 但是他有他的那时候的水 大水壶电话 有他的弱点是在左下角那个位置 你好像很硬 但假如你摔住那个位置的话 都会电路会有问题 那Oki 这电话 他刚好相反 他的问题的弱点 却有的是在上部分 但是整个以为说 这个手机 感觉上 比这个手机没有那么硬 不坚固 所以觉得会摔 其实你 然后大哥大怎么去摔它呢 这么贵的东西 是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所以他说 我打算不帮你买 因为那个手机 比这个手机感觉硬 那你告诉我 这个手机有什么比它好 我说 轻 电池小 没有那么长 容易回带 他说 我觉得好像很容易烂 我说不会容易烂 他说你摔给我看 不烂我就帮你买三部 其实好像闭了眼睛感觉 其实我睁着眼睛 啪 伸去那边 我心 在想 千万不要烂啊 然后走走走走 你看吧 没有事 好买三部 买三部 听说你是事先有练习过 没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练习 真的就是当场碰运气 当场碰运气 他说你帅就帅 看吧 然后 然后后来 卖个手机是很好笑的 说你知道你手机来的时候 有时候分第一批货 或者第二批货 你中有些货会有问题的 是 但问题未必是在你交机的时候 有问题出现 可能在交机的时候第三天 才发现问题 那有的 有的人是大哥来的 大哥 你买了手机给他之后 他收到手机 突然间电话又到了 什么事 然后又全家给他分后 爸爸妈妈什么什么 祖爷祖父 你 哎我的手机坏了 我说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 那你先用我的手机 那不然那是修理 是 那公司修理之后发现 就是刚好那个 这一批货里面 一千只手机里面 就为了这一支 是有问题 就交给他 然后他就说 啊要送电池啊 怎么样啊 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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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那买一部电话的 commission有五百块钱 那很不错啊 很不错啊 很不错 所以如果碰到那个摔电话 我唱歌才 唱一个小时歌 才有三百块钱 那一个手机五百块钱 那是很不错 很多人在提到黎明的时候呢 会很喜欢谈他 一般给人家的这个印象 有些人觉得说 他在演艺界的这些明星里面 是属于比较忧郁 或者是比较孤僻 比较骄傲的人 你有一次提到说 是因为你长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长得比较忧郁的样子 人家说黎明忧郁 人家说黎明很古怪 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是 因为大家接触到眼神 和脑电波不一样 所以想法不同 是 跟我前一生有缘分的人 当然会有感觉 是 前一生可能 我们吵过架的人 可能今生今生碰到的时候 他会不喜欢我 是 很难讲 我相信每个人 都会做一些东西 是一定不喜欢的 那假如你说 我自己理念 我看过我以前的照片 或以前所唱歌 所做的行为 假如我是男人的话 我一定很讨厌他 真的很讨厌 你的意思是说 大部分讨厌你的是男生 不是 男的或者女的 我现在我看过 我觉得很讨厌 真的很讨厌那时候 明明是很讨厌的 但是为什么很别扭 可能是人自己 对自己的要求 会不断的提高 有些 所以你的连续剧 有些说 唱的歌 是很恐怖的事情 可能今天做的事情 今天听 你不觉得恐怖 那可能十年后听 或者五年后听 你会觉得恐怖 那现在只能说 尽量把每个工作 做到最好 你认为在你的 性能力里面 可以做到最好的 把它做出来 希望不要后悔 我看到一个访问里面讲 你不喜欢笑 是因为你不喜欢你的牙齿 不是啊 很多人在传闻 对 我也听过你的传言 我希望没有 他说你不吃鸭子的 吃鸡肉 对不对 好像是另外一个人 不过没有关系 他说你在家烧乳猪 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这件事情 对 所以你对你的牙齿 还满意吗 还可以了 没有因为牙齿的关系 不喜欢大笑 那有的人喜欢笑 有的人不喜欢笑 你干嘛一样逼我笑呢 是 但是今天又没有阳光 天气乌云台风都来了 怎么笑出来 又闷闷的热热的 对不对 那我有心情又不是不好 但是突然间 很难笑吧 是 因为我觉得真的还是好的 我不可能见谁在笑 我每年见谁在笑 就说明明神经病 他一定发神经 见谁就在笑 不可能吧 除非打招呼的时候 嗨你好 你睡觉了 你睡觉了 蜷蜓的海洋 现在团围在花房 时间我没有你 一切都没有意义 残在胸口的渴望 怎么也不能遗忘 剩一点意义 我已经学会珍惜 你的爱 你只能在我心上 还明白你说 可以更想我 你只能去看人家不打招呼 看到我说喂喂喂 他又看着我看完就又不看 为什么在演出中就发生这件事情 他连你都认不出 1990年 刚刚获得无线电视台最佳新人奖的黎明 为了替罹患严正的父亲祈福 因而洗下一身行善的心愿 此后尽管演艺之路发展顺遂 平步清云 黎明也未曾忘记还愿的允诺 1994年 他受邀担任香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爱新大使 深入探访第三世界的平童 并且给予协助 五年来 举办远赴罗安达与巴西探视基民 救助中国内地失学儿童 参与义卖等爱新活动 处处可见黎明的阻击 也由于多年致力于公益的优良形象 黎明在1998年获得了香港十大杰出今年的殊荣 无疑是对这位天王的付出爱新的肯定 你是不是住过鬼屋啊 对啊 我觉得是啊 我跟我堂哥哥一起住了 嗯 这是我爸爸哥哥的儿子 小孩子 小孩子 他是我堂哥哥 我一块住了 那他跟他老婆在一起住 他在那里觉得整天床会动 那他讲床会动 而有时候偶尔会有人暗中 打开门没有人在旁边 嗯 有师父 对 他的床会动吗 你的床没有动过 然后也动 哦 我以为他也没有动 我只约有我的动 是 然后他跟我讲他的也动 是 开始后来就动 动来动去动摇 他就跟他老婆就离婚了 真的 后来就是这样子离婚了 但很和平之下分开 嗯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在这个鬼屋里住了多久 不是鬼屋 我觉得没什么 无所谓 因为有一次我自己拍戏是很累 多年不能动 我说是你吗 他视频下来证明多一次 你不能动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心里反应还怎么样 那我马上跑出去跟我看歌 我说我进房间睡觉睡多久 他很进去不够三分钟 但是三分钟之内 是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的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访问的提到黎明说 虽然他身边有非常亲近的助理 可是有的时候在记者眼中看起来觉得 你对你的助理的照顾 比助理对你的照顾还多啊 听说你会陪他们去看医生 还会帮他们戴隐形眼镜啊 他在这现场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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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他那时候是我同学 他十几年前的时候 在沙滩上 一个人在沙滩上 他走过 一个人坐在沙滩上面 他经过这个人 但经过这个人之后 突然间哭 然后追着他来打 他问为什么 男女男人说你看 他很辛苦 在沙滩上面画两个心 他刚跟女朋友失恋 然后我的助理 就踩过去了 因为他近视 但是为了他的 他觉得他戴眼睛不好看 所以不戴 但我觉得这种对他 是有影响的 那时候我还很艰苦的 帮他戴了四十五分钟 隐形眼镜 帮他把眼镜已经放进去 对 因为他眼睛不停 不要动 对 当然成功之后 他就很开心 第二天 觉得世界多美好 醒来很清楚 一个世界 从此之后 他自己开始戴了 他当年的助理 很长一段时间 是看不清楚的吗 因为我后来才发现 我后来就不打招呼 看到我说 喂喂喂 他又看着我 看完之后又不看 为什么在远处中 就发现这种事情 他连你都认不出了 有时候晚上 尤其有近视的人 晚上深夜的时候 你更加散光会厉害吗 是 所以看见一旁光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晚上他偶尔会戴眼镜 所以平常 有一些记者会说 你跟他们是最亲近的 对 因为每天一起工作 我们认识那么几个朋友 不过好像说 他们有女朋友之后 就 跟女朋友时间 多过陪你了 正常的 应该给一个时间 对 如果要算黎明 进入演艺记的时间 是应该从1990年算起吧 86年 1986年算起 参加歌唱比赛算起 对 所以到现在是13年 嗯 13年 13年到现在这个状况 满意吗 我怎么能说不满意呢 对不对 无论将来的日子怎么样 没有人觉得 一人不会一生一世 会在一个不同的位置里面 也会有改变 有上有下 有高有低 有不同的情况 会面对不同的问题 嗯 我只希望我自己能够在 做的过程里面 就要把它做好 嗯 我也不会太浪费时间去想 到底 怎么样把我一些 不应该烦恼的事情 再继续烦下去 我只能 很勇敢地去面对 每一天新的开始 自己做好的 谢谢 两颗心加紧重处 你怕爱变成服输 反反战争的记录 为什么你总是帅 爱本得像一座电梯 你去听说 坏了就说欢迎过你 三心两意 你必须用转意来权益 我亲爱的你 爱你 爱你 你必须用转意来权益 你必须用转意来权益 好青年度 恃好青年不多见 特别在身边世界 都过到等个纪念 你别说再见 我手放着永远 我也写着天约 星星回忆也一夜 迪式出现 你的情度 我来清楚 你的顽固 我来让步 你的不足 我来弥补 你的贪图 我来繁足 你的贪图 我来让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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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